今天是8月10号,我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现在在我自己的小区里面,我准备要去做第二轮的核酸检测了 8月9日,拉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拉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 公告称,拉萨中高风险区域实行静态管理 低风险区域内人员跨市流动,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昨天出门的时候,看到路上的人群、车流相较以往有所减少 商场和超市、银行等营业场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可以正常营业 大大小小的超市内各类新鲜果蔬,米面粮油供应充足 在八阔街上还是可以看到游客和赚金信众 持身份证并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即可进入 但是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5A集景区从8月9日起暂时关闭 我现在站在核酸队伍的最后面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排了长一长的队 但是大家都戴好了口罩 小新所在的是一个很大的小区,去看看物业方面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第一时间发生的疫情过后我们对我们的一个东门西门还有北门的一个门岗 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积极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进我们小区第一时间我们要戴口罩和体温 少行程码再少场所码 第二个我们宝洁这边也第一时间买了一些应急的消杀工具 我们的楼道还有我们的电梯还有我们的公共区域就是走廊啊 这些我们都有做成一个全面的消杀工作 我现在已经做完了核酸检测在回家的路上 在高原上一直戴着口罩 真的会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 安排做核酸的时候问了一句 那些做核酸的医护人员 人大概搭了一整天 目前拉萨已启用545个核酸检测点 保证应检净检 在汉藏双移的播报下 市民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雪域高原重回网渔光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